看看新聞榜 很久才能接受採訪 剛剛是因為太興奮過度了嗎 不知道 不是 就 是真的覺得 真的覺得 還有更多人 比我現在這個狀態更適合留在舞台上 我是真的只抱持這個想法 那剛剛 你下台的時候偉忠哥有跟你講的什麼話 我看他一直在跟你說話 他 他想要問我為什麼變這樣 但是我 因為有麥克風 所以我不想在舞台上講 為什麼變什麼樣的 是變現在這個 沒有不信仰的 對 那你覺得你現在找的事情 還沒有 為什麼還沒有 知道 真的不知道 對 那之前冠軍應該是 因為自己很有自信 推進去 那之前冠軍 就 欸 覺得那個更像是包袱 嗯 嗯 因為之前跟你一起唱 那個那個 就是你們昨天一起 然後我做的那個 他就是那個胖胖的那個 喔 大偉 大偉 對 他說他也參加什麼男的 是 因為他昨天比你先進 那個其實我真的沒有care 那個 因為其實昨天真的 是我 我沒有唱好 那大偉真的唱得很好 所以那是他應得的 對 所以 我覺得沒有 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他說他教 就是你教了他很多東西 所以你們認識的不久 他還說他很感情 我覺得 不能說教 就都只能講 可能講經驗吧 我覺得 對 所以因為 我覺得唱歌這種事情 我真的覺得 是沒辦法去 去比較 去比較 對 我覺得 我很榮幸能夠 認識到他 因為 我來了才知道他是 也有參加了 行光大道 對 然後所以就有 共同的話題 對 然後 對啊 然後他是一個很開朗的男生 然後也很謝謝他 在這段時間 就是 跟他相處很開心 有沒有想過就是 之後的比賽 跟他在碰面 那幾本 兩個人有得吃配的嗎 沒想過 對 對 那我問一下 你們之前是 鎮州郭的深圳 的選手 的選手 我好像是上海 對 最後 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就是鎮州郭的 是嗎 對 好想死 那我們回顧一下 你最第一次 以前導師的時候 做一個場景 是什麼 其實那時候 是 因為那時候 工作人員一直要 要 就是 要你很 很high 對 然後我那時候 有點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我就也很high 我覺得那時候 我比現在high很多 就是比現在看起來 看起來可能有自信 但 對 就 你覺得越來越比賽之後 就是 呃 很 很 很累 蛤 蛤 那時候 聽到什麼 唱什麼歌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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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說不出了告別 嗯 那時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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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 剛好 剛好 最近 那時候有在聽那首歌 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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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時候 對 那時候 那時候 也不知道 就 想說 就唱那首歌 那唱完有沒有 導師說 呃 就 就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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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 可能 聲音 覺得 很漂亮 這樣 很喜歡 那時候 那時候 什麼 就是 當初在攝影 呃 好像就 也 還好 就 順順的 這樣